匈牙利内务部部长平特尔9日在布达佩斯表示 匈牙利全国已经全面进入了移民危机状态 平特尔当日对媒体说 匈牙利邻国、斯罗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 于9日零时起在边境采取特别措施 仅允许持有欧盟护照和签证的人员入境 平特尔说目前尚不清楚 这一措施将在已经停留在这些国家的难民和非法移民中产生何种感想 在这些国家大约有1万人没有当地居留证 为防难民和非法移民涌入 匈牙利政府决定加强边境控管 并在全国范围内宣布实施移民危机状态